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到当日教言 其实当日教言前面基本上讲到了 人生难得 寿命无常 轮回的过患 因果不虚 还有依止善之士等等这些教言 虽然没有太分科判 但好像零零散散的这些教言讲得基本上很清楚 那么我们今天开始 前面讲了 我们世间的这些优伴就像是 市场上的买卖教育者一样 他不会长久的 他总有一天一定会理的 我们其实佛教徒也是在一个环境当中 比如说拉荣佛教大学也好 或者其他的各个中心当中 大家共同学习 也是大家共同在一个司机上 一个地方集聚的 相当于商人一样的 我们得到佛法的卖卖品之后 也是回到各自的地方 还继续做对自己和对众生有利的事 那么一定会离开的 这种分离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现在世间很多的痛苦 其实来源于什么呢 就是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分离 有些是父子分离 有些是夫妻分离 有些是自己的金钱分离 离开了自己之后带来不动的痛苦 这个时候我们会面对自己 现在很多人 遇到问题的时候经常跟我讲 幸好是我学了佛 如果我没有学佛的话 面对这件事情是可能我夸了 我会到了 很多人也会这么说的 这也是一个事实 学佛的确对人的精神 可以说是能让他离起来 让他真正振作起来 起到这样的作用 下面我们讲的是 对己家人顶倒他 金创无力当日 讲这个 我们说 我们人生实际上都是无常的 我们的世间当中是什么样呢 就像是堆积的假日 比如说我们为了保护一些天地 保护一些目的 世间上人们经常用石头 木头等等这些东西堆积起来 当一个虚假的人 外面披着淫妇的话 他可以保护一些田野 外来的野兽 猛兽可以放置 但是他毕竟是 暂时堆积的虚假事物 他没有什么解释的 稳固的 这样之后很快的时间当中 一定会倒塌下来的 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今天人生当中 所创造的很多东西 到最后 包括我们的身体 这些都是无常的 我们今天的财富 也会最后耗尽的 没有的 那今天的青春 最后也会消失的 那我今天的所谓的地位 到最后的时候也会没有的 等等 诸如此类的 很多情况没有的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一定要创造一个非常永恒的缘起 也就是说 创造不利 创造无利 创造无利是什么呢 我们了头生死 获得了圆满无常的正等觉果位 菩提果位的话 它是永恒的快乐 永恒的智慧 因此我们现在开始 应该要想到 世间的一切都是 没有什么真正依赖的 可信的 或者说信任的 现在人们都觉得有些人把自己的信任 信任都教于对方的 比如说你的朋友 亲人这样的 有些人把自己所有的快乐 放在金钱上等等 世间当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价值观 但是这些价值观 有一定成分的不可靠性 这一点人们因为盲目的原因 并没有懂得 因此我们知道 人生当中的很多东西 它就像堆积的家人一样 没有什么可信的 应该我们要寻找一个永恒的东西 这样的时候 之前 如果我们没有懂得这样的道理 所以当你真正离开这些的时候 非常的痛苦 忧愁 我们知道经常人 在自己身边的 有些人消失的时候 也很痛苦的 以前富裕的人 到最后没有的话 也很痛苦的 这种现象相当多的 我经常想 如果现在世间人们从小在这方面 有一个很好的教育 虽然他心里会痛苦的 但是他不会那么难忍的痛苦 那个时候他有一种应对的方法 记得佛经当中 应该是《法剧披育经》当中吧 有一个故事 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婆罗门 她家里有 大概十四五岁的一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 一个是她长得相貌 特别特别的断严 而且她的口才 智慧 没有人相比的 整个国家当中 可以说她是非常让人羡慕的 这么一个美女 但是后来突然产生一个病 没有多久就离开了这个世间 当时她的父母 非常地伤心 然后她的父亲 一直向着她的女子 最后就没办法想开 最后她自己已经发疯了 到处都四方漂泊 已经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人了 她一直这样流浪 后来有人把她介绍到佛陀那里去加持 结果到了佛陀身边的时候 她就清洗过来了 清洗过来了之后 她就讲到了自己的痛苦 我本来没有其他的儿子 只有一个女子 这个女子也非常可爱的 可是她离开了 我现在活在这个世间上 都是没有意义 就像我们现在世间人 有些父母死了很痛苦 有些儿女死了很痛苦 有些家人死了 也是非常痛苦的 这个时候佛陀给她讲了一个 就像我们平常讲高级毕多的教言 比较相同的四句 她说 世间当中有四种法子 这四种法子 你明白没有 她说 我不明白 我一直以前比较模糊 不明白 那佛陀说 我就跟你讲 第一个 长者皆尽 意思就是说 所有长有的东西 到最后是无常的 其实长有的东西是没有的 但意思是说 我们人们在分别念当中 认为长有的东西没有的 这个一切都是无常的 第二个说 高者也多 所有高的 高级毕多吧 高的一些位置也好 财富也好 富裕也好 这些到最后的时候 全部都会堕落的 随败的 没有的 然后第三个 毁和有利 凡是我们聚聚在一起的东西 不管是家人也好 亲人也好 或者是世间的住职 所有的这些 到最后会离开的 最后一个说 胜者必死 凡是世间当中有生 必定会有死的 因此在座的人 任何人也没有办法离开死亡 佛陀讲了这四点 讲了这四点 这四点讲了之后 婆罗门完全明白了 因为当时的这些人 有时候佛陀讲一个教言 马上明白了 不但是字面上明白了 而且获得圣果 很多人这样的 但我们有时候讲了一些公案 讲完了以后 不但得不到圣果 反而睡着了 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 世间的很多东西 我们不是因为很悲观的 悲观和出离心应该是不相同的 所以不是我们悲观的 不是我们看不起这些世间的 但是世间的本性都是这样的 因此我经常这样想 哎呀 在世间所有的这些知识当中 确实佛法是很伟大的 为什么呢 它就特别简单的一个语言来 这样我们世间的 包括内心方面也好 外境方面也好 一切的一切 说得如是的粒粒精致 因此经常 有时候自己看书看书的时候 对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智慧 悲心 他的能力 自然而然生起极大的信心 因此我们世间当中 不管是你再怎么样 吹得人的身体也好 外面的食物也好 暂时来讲 佛教也是承认的 佛教当中也有很多的 比如说赞佛格 赞三宝格 还有包括佛陀在世的时候 现在现现当中所有的美好 实际上从来也是没有否认过 马彭仁波在《中观主要论》当中 也是说了 我们破显现的这种中观 任何中观当中 也是没有一个破显现的 当然这个显现当中 有好的显现和坏的显现 但是这些显现 不一定是正确的 我们世间人认为 只要显现的话 这个显现是稳固的 正确的 可是我们真正用智慧观察的时候 哦 虽然世间人那么多人 有时候一到城市里面的时候 密密麻麻那么多人 但是那么多人 每天都是追逐的什么呢 就是梦 就是虚妄不识的一些东西 可是很多人也哭不开眼 这也是没有懂得了 我们世间的真理 下面我们讲一下 行就中就 必飞想 尽要约现当日吧 我们行的老鹰 行的土酒的话 实际上到一定的时候 它必定会离开身体的失灵 就是离开身体 而且它于高空当中飞翔着 然后它飞翔的时候 一定要就像老鹰飞到高空的时候 它世间各种的悬崖 桥皮 森林这些 不会对它有障碍的 不会对它有障碍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作为修行人 当我的心身一旦离开身体 离开身体的时候 千万不要我们世间当中的 各种贪物 贪人等等 以它来纠缠着 同时在中阴身的时候 中阴的各种迷乱现象 也不要把它束缚住 就像大鹏飞翔一样 完全是按照以前的 一些大的成就者 他们的成就 解脱一样 有些是往生极乐世界 有些前往到其他的清净刹土 我们也希望现在开始 修一个不退转的法 应该是远离一切有处的 那这样我们应该 获得生死的一种自在 否则在世间当中 有很多的不畏 恐怖 也是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 当时佛陀有一次 居住在舍卫城吧 舍卫国的时候 波斯利王 她的应该是太夫人吧 她的母亲 她离开了 她离开的时候 当时是非常孝顺的 好像九十多岁的 她当时也特别痛苦 不像现在的有些年轻人一样 有些年轻人听说父母死了 父母死了也不来看 病了也不来看 也无所谓的 不是这样的 她当时虽然是当地的国王 但特别孝顺 最后到坟墓那里 把所有的后事处理以后 她还是很伤心的 后来她应该到了佛陀那里 到了佛陀那里的时候 她就讲到了 我最爱的人这样离开以后 心里很痛苦 很伤心 佛陀说 没有必要这样伤心啊 你知不知道世间当中有四大部位 当时国王他刚开始不知道 什么是四大部位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生 老 病 死 这个是最可怕的 人来到这里 降生的时候也很痛苦的 非常可怕 虽然很多人现在可能想不起来 具体是怎么样 但是当时母亲的痛苦也好 自己的痛苦 就像前行当中讲的一样 非常可怕的 第二个人生病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也是很可怕的 这一点我是有深有体会的 有时候是小小的一个病 好像身体也没有力气 做事情也没有能力等等 有很多的痛苦 这种部位 第四个就是讲到什么呢 就是我们人的老 随着年龄的衰老 还是也是很痛苦的 很多人表面上说 我老了也没有什么 老就老吧 除了极个别的修行人以外 还是一看到 现在我已经老了 已经不行了 上山的时候 几年前我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好像不行了 很多人都是说是这样的 没事 老了修行人很好很好 但实际上也有很多的不畏和痛苦 最后最可怕的就是死亡 佛陀说了之后 最后也讲到了 你要应该懂得 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 离开了这个世间之后 暂时来讲永远也是不会的 佛陀当时说 肉和食牛 亡而不犯 人命如是 实在不乎 世间的江河 一本流之后 不可能倒流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生命在世间当中 当他离开之后 他不可能又重演在世间当中 又在我们人生当中会出现 除非他转生到下一辈子的时候 不是原来的 就像《全知龙青霸尊者》 在《窍诀宝藏论》当中讲 让我们人死的时候 又不像现在那样 今天那样的暗想 到最后的时候 又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时候我一想起来 死亡确实也很可怕的 你看 现在我们特别执著的时候 当你死亡的那一天 所有的事情要换一个新的世界 那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包括你的身体也要换 我们有时候搬家 搬几个东西 都觉得很累的 昨天天 我看有个道友 在那边搬东西 大大小小 有可能七八个东西 有些是挂在脖子上 有些是在背上 最后我看到一方面笑 一方面觉得好累 好痛苦 但是人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这些都不用了 所有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放在这个世间 包括你的房子 你的银行卡 你的所有的 手机也好 身体也好 全部都是放在 沿着你的业力 离开了这个世界 然后开始变成其他人也好 动物也好 那这个时候 也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们有时候想到 无上的世界就是这样的 人生就是这样的 谁也没办法逃避的 除非你想获得解脱 真正认识性的病性的时候 你到中阴生的时候 也是通过自明觉知 最后你可以前往清净刹土 所以我们讲什么呢 我们现在最好还是有一些 越过生老死病痛苦闲耀的 一些窍诀和能力 我们修行人跟世间人不同的 至少也是 比如说修一些往生法 修一些中阴法门 以及闻解脱 悉解脱等等 通过这种力量 好像跟其他人确实是不相同的 自己还是雄有尘重 因此也需要这样的 现在开始大家 当然我们该做的事情要做 但是更重要的 还是死往死后 不会产生后悔的一个法 要修持这样的法 这个很重要 下面讲 与恩父母六道中 应修慈悲当日吧 下面开始讲一些 大乘方面的一些法 具体怎么样 对我们来讲 有无比恩德的 今生的父亲和母亲为主 六道轮回的这些众生 这些众生都是我们 学习大乘佛法的人来讲 应该是把他们当作对境来 进行修持慈心和悲心 对当日吧的教言当中来讲 我们现在自己认为 自己是大乘佛教的话 我们平时的言行举止 自己也应该很好地去观察 那我们怎么样观察呢 实际上一方面 修慈悲菩提心 对一切众生有一种慈爱之心 我们有些可能就像《经传言论众心评》里面讲的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 自己是大乘众心的 他看到可怜的众生 自然而然生悲心的 这么一部分也有 有些后天性的 虽然以前自己 好像对众生悲心没有 但后来的环境和一些道友 还有一些善知识来改变自己 对众生也生悲心的 也有这样的人 但不管怎么样 如果你自己承认是 你是一个大乘众心的 修行人的话 那一定要对众生有 慈爱心 慈悲心 慈悲心 光是口头上说不行 应该在实际行动当中 每一个人来讲 应该是自己的周围 自己身边都有 慈悲心的一些行为 这种行为 实际上自己也要去修 而且在自己的行为当中 也要体现 比如说我们平常 现在汉传佛教也是特别强调吃素 这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藏传佛教 也是非常强调吃素 尤其是我们佛学院为主 现在基本上 佛学院出来的 在汉族的四冬季当中 基本上很多人提倡吃素 有些人只不过在任何人看不到的地方 去自己吃一口肉 好像这一口肉 东看西看 偷了肉一样 也有可能这样的 这个是很难免的 有些居士 尤其是有些在家人 可能现在完全存储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的确我们这一点 不要认为 一两个看布是比较强调的 这样的原因可能要吃素 不吃素的话会不会不高兴 这不是我们个人高兴 不高兴的原因 应该是大乘佛教里面所提倡的 而且我们这样做的话 它的后果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 这个经堂里面这么多人 如果每个人都是吃肉的话 那我们今天杀鸡头牦牛 吃一顿饭够不够 你们自己想一想 杀鸡头猪 你们吃猪肉的话 可能一顿都不够 这么多人 你们想一想 如果我们这么多人长期吃素的话 对生命的保护 不用口头上说 应该是我们现在 佛教徒的量越来越大 大家都知道 如果大家都提倡这样的理念 弘扬 这样的话 自然而然对众生的生命 这不是一般的问题 我们现在吃的是什么呢 就是众生的生命 如果我们大家都发扬这样的话 那实际上对直接或者间接不用这么多众生 付出他们最宝贵的生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此同时我们也强调大家放生 还有很多很多的行为 这样以后 不管是别人说什么 别人想什么 我有时候这样想 做一些重要的事情 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 别人说什么 别人想什么 一般不在乎 别人说 我不吃肉 有些经常说 我要吃肉 不然不吃肉的话 我身边的人对我有看法 其实有些重大的问题上面 即使别人有看法也无所谓的 有些小的事情上面 尽量也维护别人的信仰 这也是有必要的 因此在这些问题上面 我们也希望大家同意 包括我们学院当中 有个别传承的一些上师 也是到汉地常识里面也好 在佛教徒当中 也是虽然不敢大力弘扬 耻辱的精神 但是对自己有言个别的弟子也闷关着 在这方面比较重视的 虽然我们可能凡夫人而言 从现在生理学的角度来讲 有些人认为 这个人应该是吃素的动物 有些人说 人的整个生理结果来看 它也是吃荤的 也是吃素的 这个有各种不一样的说法 但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 人本身是吃素也好 吃荤也好 什么样的动物都不关键 但关键是 如果这么多人吃动物的肉 直接受到生命的威胁 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事情 我们不用很多理论方面的探讨 理论方面的探讨 我们有时候可能不用了 直接一看 现在我们这样大家都吃肉的结果 变成是什么样的 这个时候应该可能想得起 我们这个慈悲心 本来这个慈悲心 对一个有情修的话 有非常大的功德 我记得《本事传》里面讲的吧 说是 能修慈善心 一个有情的话 如果能修慈悲善心的功德 欺负上无边 何况欲意气 他的功德也是无边无极 更何况说是 我们对缘之一切众生 把一切有情事当作对境来修 那这个福德更不用说了 佛陀在《本事传》当中也这样讲 因此我想大家一定要 通过这种方式来修慈悲心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讲的是 一处怨敌业感中 起梦成心当日 下面我们讲到 对一切仇恨 怨敌和怨敌 这些实际上是 他就是我们众生自己的业力 前世的业力 感召而形成的 我们经常看到 我怨恨的敌人 比如说美国的敌人 美国自己造业 变成对方了 得过的敌人 也是得过他自己造恶业 最后在你的面前 现前这样的 同样的道理 比如说我跟今天某个人吵架 他心里也不高兴 我心里也不高兴 我们互相自己的业力 现前而变成对方不满的人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知道一个是 就像以前嘎达耶那的 公案里面所讲的一样 其实世间当中很多的情缘关系 跟前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还有一个 我们对这样前世具有仇怨的人 一定要抛弃 舍弃你这样非常勇猛的嗔恨心 从人类的历史上看 人类不管是个人也好 集体也好 依靠嗔恨而所做的这些事情 当场也许看来可能有一点业业 比如说我们人类历史上发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及世界上发生过 无数的战战 但是这些战战发动的人 他当时觉得好像很有意义的 但实际上从这个结果 从长远来看 我们现在的人们 开始回顾历史的时候 噢 觉得当时的这些人 真的很可怕的 真的很恶劣的 真的很不好的 大家都自然而然 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根本不可能用他们的慈悲心 所发动的一些活动一样 不会这样的 所以我们个人而言 也应该尽量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修行当中 要舍弃自己的嗔恨之心 因为嗔恨心就毁坏我们自己 毁坏他人 再加上依靠这样的心态 所抉择的都不是很好的 因此我们佛教徒 希望大家在说话的时候也好 处理问题的时候 当然有个别的人 真的有密意和有意趣的话 另当别论 除此之外 一般来讲 很温和的语言是比较适合的 我们现在有些人真的 说什么事情都是特别冲 特别生气 普莱斯这件事情 可以心平气和来处理的 但是你最后开始骂骂别人 越说越说 最后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很痛苦 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见的 比如说 我们学了这个论典之后 以后在生活当中尽量地 噢 原来嗔恨心很严重的 那么听到别人的一句话 马上要说别人的 那我现在开始呢 其实人很多的恶心应该是可以改的 就像本宫家的传记里面所讲的一样 以前他在家的时候 他腰上有长的 短的有好几个刀子撇着的 但是后来他出家以后 一个敌人都没有 不要说那个刀 什么武器都是不需要的 因此一旦他的心调伏的时候 他原来特别恨 特别充足 特别厉害 旁边的人都是不敢住 如果这个人一生气 有些人真的 尤其是佛教徒 学习了入菩萨行论 学习了大乘佛法之后 看自己的心态应该是要改变 比如说我们现在 有些佛教徒的一些居士 很多现在在家人 经常家人吵架 家人吵架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要想到 噢 这个就是我前世的业力而变成的 这个从业力上能观想是最好的 如果这个实在是来不及对治的话 那你要想到 噢 我现在当下稍微忍一下 稍微安住一下 过一会儿再说的话 也许我们当时出现的气 出现的嗔恨心 不到五分钟的时候 它有一种改变了 有一种改变 一般来讲现在很多人 自己在起头的时候 做的有些不明的事情 最后后悔一辈子 这种现象相当多的 因此作为受到大乘佛教的人 心应该是很困扑 这个很重要 我前年他也说了 我们今年学院当中的有些负责人 我说的是藏族喇嘛这边 别人说什么样的话能撑得起 好像脸色也不会变的 别人 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心里 我以前学院的一些负责人当中 我很想批评他 但是我不敢 因为说他好像接受不了 以后要么是他耿耿与会 要么他当场特别痛苦 好像别人面前没有面子 这样的 但好像现在他们都受过 因明的辩论 很多以后你跟他怎么样讲 他反而很高兴的 而且他以后也不会记住 你那天那么多人当中说了 我羞辱了 我现在没办法抬起了 我以后根根一直有机会的时候 我会给你报仇 他不会这样的 好像心完全已经套入了 如果这样的心态 我想现在汉地很多家人 经常一些小事吵得不可开脚 这样应该就是 我们以后这些在家人 通过因明当中的辩论 要学因明 量力宝宗来 十量论 几量论等等 这些量应该学习 学完了十年八年之后 让他们吵架 也是吵不起来 这样好一点 真的长安心很可怕的 但是人一旦心很宽容 这样的时候 旁边的人也不会那么害怕 担忧 现在有些人说 这个不能说 这个不能说 说话的时候特别紧张 开始眼睛咕噜噜地转 所以就换完了以后 知道吧 就害怕别人生气了 害怕别人哭了 害怕别人接受不了 而自杀了 我经常遇到一些道友 你千万不要 在他面前说不上 他接受不了 这个人是已经受过伤的 受过刺激的 什么受过刺激 我原来也说过 我没有听说过刺激 什么叫刺激吧 对吧 我是不管的 以后他们有人说 你千万不要跟他说 他受过刺激的话 那就我再再说一下 看他能不能 所有不管怎么多 要抛弃猛利嗔恨心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的确很重要 下面讲到 以颂经咒 经语欲章 断用贤谈当日 依靠诵经念咒语 这样实际上是能断除我们无始以来 语言当中的这些 比如说我们以前说的 欺语 恶语 利见语等等 这些语言的障碍 甚至诽谤圣者 自己违约蒙事等等 我们会依靠语言 造的罪业特别多 那么我们经常念经 诵经 还要念咒语 这样会断除这些障碍 其实我们要获得解脱的话 一个是身体的障碍 也要遣除 语言的障碍也要遣除 心灵的障碍也要遣除 那这样的话 欲章通过 比如说念百字明 像以前华智仁波切的上师 如来亚尊者的话 他就念一千万 百字明一千万遍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一直念一千万遍的 还有念四行咒一般来讲 华智仁波切的传承当中 都是一千万遍以上的 我们希望在座的道友 大多数应该是可以的 有些人一直在生活当中 经常拿着念咒 寄俗器 我看到佛学院的一些 学会的道友们 在外面上班的时候有些也是 虽然在单位里面 可能念咒不方便 但是用寄俗器 也是比较重要的 其实我们生活 应该很需要有一种表示 自己在自己生活当中 那天有一个道友跟我说 你任何一个照片里面 你那个大大的念咒 一直带着 我说我在上师如意宝面前 当时也是 一个是我的念咒 当时上师加持过的 我上师加持过的东西 除非掉了 除非死了 那就没办法 不得不离开 它也是有违法 最后会分开的 但这个之前 我觉得我要带着 我带的原因是这样的 第二个原因 无论到哪里去 我还是中间至少也能一百圈 能念一点 这样我也是尽心尽力的 而且这样有一次 我们去上师那里 上师那里的时候 当时我们有几个堪布 一个一个检查 你们谁没有带着念咒 但是当时我幸好是念咒带着的 另外有一个堪布 他没有带着念咒 当时上师显得有点不高兴 随身念咒不带的话 那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后来第二天的时候 课堂上也说了 虽然没有点名那位法师 但是一直说了 从此之后我想 尽量在四字线带着念咒 哪怕是每天能念一点点 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坐车或者去江座 在路上稍微有一点时间的时候 我会念几遍咒语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 在念诵经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在这里已经讲了 断除了一些仙踏 断除了一些杂语 一些欺语 这些没有必要的 尤其是我们念经 现在学院这边也是在念经的时候 尽量地大家治愈 学院财务课这边 现在有一系列的规定 希望金刚相母主这边 也完全可以按照这样做 当然极个别人跟我问 念经的时候可不可以看书 这个我以前在学院经常 刚开始的时候也需要念经 如果没有念经钱 自己也没办法带下去 所以为了必要生活 有时候要经常参加念经 经常参加念经 那天我们几个堪布都说了 我们刚开始来到学院的时候 都需要念经前来 需要过生活的 都去 但是去的时候 一边念 一边看书 经常有的 所以说这个我也不敢完全 因为我当时又现在不敢推翻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可能以前在青海这边有一个戈戏 我是麦彭仁波切的弟子 他一边看书 一边念经 他可以说是可以两边用 两边都是不会耽误的 有这样的 如果边看书边的话 一般比仙坛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这个也不拍摄 但是一般来讲 如果没有特殊这种情况 尽量大家以后 包括我们过一段时间开金刚萨埗法会 我们现在的法会 大家说话的时候说话 念经的时候念经 念咒语的时候念咒语 尽量地 尤其是在念仪轨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一种精语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希望从大的方面还可以的 但是现在我们有些居士的学会和团体当中 前后的这些念诵也有些人不重视 即使有些人一边念经 一边上网 看手机 其实这也不是很好的 我们现在以后念经的时候 以后听课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上网 手机全部都停下来 这样你心意义的 这是非常有功德的 如果你这样献料 我不是原来讲过吧 宋朝的时候 有一本书里面是这样讲的 禅宗的一个 《自门忠心录》当中这样讲的 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和尚 他叫做安禅师 安禅师有一次入顶当中观察 看在阻廊上有两个和尚 先开始的时候好像待在那里 但是刚开始 他有神通通过入顶观察的时候 刚开始他们两个在说什么的时候 旁边天人一直保护着他们 然后过了一会儿的时候 天人就离开了 然后饿鬼出现了 饿鬼出现了以后 过了一会儿 饿鬼开始骂他们 并且践踏他们的足迹 显得特别不高兴的 后来禅师出顶之后 他就询问他的结果 最后得出来的是什么呢 刚开始的时候这两个和尚 开始讲一些佛法方面的道理 讲佛法方面的道理的时候 天人也在保护 后来他们聊一些世间法 两个和尚开始聊一些世间法 这个时候天人就没有兴趣听了 离开了 然后饿鬼出来了 就开始饿鬼来听 最后他们谈着一些财务方面的时候 作为一个出家人 谈很多财的就不合理 所以饿鬼也不高兴 开始骂他们 后来安禅师他就发愿 他从此之后一辈子不闲鸟 他一般除了法义上以外 他的晚年基本上不会谈一些 世间乱七八糟的事 这是历史上有这样的 虽然我们做不到安禅师那样 一生当中所谈的全部内容都是 佛法有关的事情 但我们尽量以后的谈论也好 这些用在佛法方面的 然后念诵的时候 尽量认真的对待 这样之后清净的声音 念诵的咒语也好 经也好 功德非常大的 有时候我在想 哎哟 我们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遇到这么好的一些 比如说咒语 大悲咒 莲花生大师的咒语 这些每一个咒语 一个比一个功德大 非常欢喜的 如果人生再长一点的话 多年我都经常这样想 遇到了这么多的咒语 遇到这么多的经典 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为了 断除这些障碍 应该修行 尤其是我们开金刚萨埗法会 一般来讲 我也经常说之前 如果实在你们有些发心人 工作比较忙的话 提前开始 凡是我们每年都是 如果念四十万遍金刚萨埗 一定会遣除往生极乐世界的障碍 一年当中如果自己在生育 也不清净的罪业 也能遣除 也会能遣除 我也希望在座的有些道友 可能在八天当中 尤其是现在各个部门发心人员 在八天当中 本来我也很想开这个法会 但是也是为了必要 所以也不可能所有的时间都用在 哪怕我想跟这个法会结上一个愿 连一天的仪轨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们各个部门 也是应该时间分开 部门的扶子人也是 不要把所有的人 天天都是累着的 至少一个人 一天两天让他论班 他也有一些在学院当中 也有开法会的时间 那如果有了一天两天 结上这个愿 然后剩下的我们自己 完成金刚萨埗四十万遍 跟僧众一起也有同样的功德 因此这次不能亲自参加 金刚萨埗法会的人 不管是得过灌顶 没有得过灌顶的 都是以前也是开许 给大家念金萨四十万遍 这个四十万遍 希望各个地方的应该自己在本地 最好开发会八天 开发会八天 实在是没有这个时间的话 出霸的 那一天大家一起共修 念我们的仪轨 我们这边的发行人员也非常辛苦 法师们很辛苦 但是大家也是尽量在这边 给有关的人帮助他们开始直播 我们在网络上也给大家 提供很好的方便 社会各个角落 现在我们真的有时候 网络给大家的便利非常非常大 好像是我们在学院当中 有时候人很多 看得不是很清楚 在外面看得更清楚 所以我们大家共同地 念咒语 断除一些现态 其实我们的有些现态 也没有什么很多的意义 很多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 他是有意义的一些 利益众生的事他会谈的 然后大多数的时间 全是一些念经 念咒语 这些方面 所以我们经常也是在这方面 还是要有个新的认识 下面讲到什么呢 顶礼转绕 今生障 断除有所事 断食 熟食 当日吧 那么下面就讲到 平时世间的功德不能舍弃 尤其是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顶礼 磕头 这个功德非常大 顶礼 还有转佛像 转佛塔 寺院 以及 比如我们路上看到一些 磕的玛尼石或者金器 这些也要右转 右绕 这样断除我们无始以来 自己身体 比如说杀身 不经心等等 这些所造的罪障都能遣除 并且我们的身体 经常用在有意义的 磕头 转绕 或者为僧众发心 其实为僧众发心 我也觉得跟磕头 没有多大的差别 应该是为僧众发心 经常抛来抛去的话 这跟自私自利的心的磕头 两个比较起来 应该是这个功德很大的 因此断除我们世间的琐事 世间的琐事没有意义的 现在有些城市里面 整天都好像说的 整天说的话 有些什么意义都没有 整天想的东西 什么意义都没有 整天做的事情 也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们现在很多人是在 生于意义都是 无有任何意义的恶恶恶当中 这样过着的人 也是特别多的 因此尽量的 我们在座的有些人 哪怕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磕几个头 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磕几个头 如果自己各方面有能力的话 那么应该修十万大头 十万长头 我看到我们学院的坛城这边 我昨天看到很多年轻和年老的居士 都出家人 也在磕头 挺好的 这样的话确实 其实磕头对自相续的傲慢 彻底会摧毁的 再加上好像磕着头 磕着头 恭敬心 欢喜心 自然而然出来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们依靠现在这个身体 出皮囊的话 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的人生有意义的 我们如果这个人生 整天都是杀生 造业 那这样的话 我这个生去 也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我们还是习惯性的 这个习惯性的 每天都是 无论是到哪里去 自己磕头 不要认为我现在到了寺院 到寺院的时候 我要磕三磕头 到了城市里以后 就无所谓 这样的习惯 很不好的 我们修行应该 尽量地跟生活融入一体 这样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 为什么是不需要的 宗喀巴大师的传记当中也说了 宗喀巴大师在闭关期间的时候 有一块大的石头上 大的石头上一直磕头 他把三十五佛 作为皈依顶礼的对境 磕头的话 最后的整个 宗喀巴大师的身体 包括膝盖 手 这些石头已经凹下去了 石头上都是有这样的痕迹 宗喀巴大师 大家都知道 他是确确实实 了意的文殊菩萨显现为人心的 但他也是在显现上 在我们面前这么的轻奋 而且你看 他修曼刹罗的时候 也是手腕开始脱皮 这种现象 我们现在后人什么功德都没有 什么智慧都是没有的 然后口口声声说 磕头没有什么功德 这是好累啊 没有什么意义啊 这样来佛人 恐怕是不合理的 我们佛教的这些真正的传人 和真正的大德们 从他们的传记当中看来的确是 他们不但是 证悟了圣意的空性 这种境界是我们无法衡量的 更重要的 在死受当中取舍因果 行持善法上面 如此努力 所以大家应该平时的生活当中 要遇到一些 比如说转绕 还有一些磕头 这些非常重要的 应该不能侵蚀它 下面是讲 强行精进 强行心精一息气 事观头顶当日瓦 那么我们以强烈的恭敬心和信心 来净除什么呢 净除意识当中 无始以来的这些不好的习气 要什么样强烈的信心呢 就是我们把自己根本上师 传承上师这些 我们前面也讲了 实际上真正佛陀的事业 他们来进行摒持 所以在显现上 无论是任何一个上师 显得什么样的话 但实际上他的究竟密意 跟了业佛陀的智慧无二无别 因此应该有一种 不退转的信心 不改变的信心 并不是今天产生心境 明天产生邪见 不是那样的 非常坚定的信心和坚定的恭敬心 来修行 那么一只上师 实际上我们从内心来讲 遣除贪嗔痴等 以及他的习气 完全能减除最有效 最有利的一种方法 因此我也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也讲过上师瑜伽 我们修行过程当中 哪怕是再忙 再怎么样 一天不要断 修一次的上师瑜伽 其实我们上师如意宝的上师瑜伽 特别容易 特别简单 简便一行吧 那这个 哪怕你早上起来也好 晚上睡觉也好 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一定要至少也是祈祷一下上师 其实真正的上师 也并不是需要这个上师 那个上师 有些人 现在我们这边发心人的上师太多了 照片全部是对在一起 拍对 拍好几个军事参谋长一样 全是对在一起 害怕这个上师的照片没有对 那个上师不高兴 其实也不需要这样的 只要一个文殊菩萨 一个观音菩萨 或者说有必要的时候 一个上师都可以 所有的上师都可以 为一个法题都可以 否则如果摆得太多了 我要祈祷他的时候 旁边还有一个上师也一直看着 他好像很尴尬地坐着 过了一会儿 噢 对不起 对不起 上师我还是要祈祷你吧 然后又开始祈祷你 所以这个时候 这边还有一个上师也看着的 噢 不行不行 还有这里 这样我们把所有的上师 没有融会一体 智悲力融会一体 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的建议 所有的这些传承上师 现在我们在座的法王传承 确实跟法王末法时代 跟大家的发愿 有不可思议的关系 而且我们要寻找的话 我前一段时间讲了吧 我们藏地 佛藏大师非常多的 我对每一个佛藏大师都有信心的 但是我最有信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佛藏大师雷劳郎 因为他 梁华城大师的很多书记当中讲 真正为了末法时代 遣除黑暗的一个 非常伟大的佛藏大师 而且我也是跟所有的很多上师 的确有很大的信心和恭敬心 但是上师如意宝 如今我们可以这么讲 不是我们自己夸张的 也是对末法时代很多人心灵的一案 在这方面有非常不可思议的一种缘起 所以我们要修一个瑜伽的话 有些经常给我也讲 哎呀 堪布 你的上师瑜伽可不可以修 我说 你修是可以修 但是一般作用不大 我们确实是这样的 一般的一些人 你要修的话 只是想我的话 完全是耽误时间 应该是修个法王如意宝的话 我们真正的修行力量 所以我们要一直一个 要有一种智慧 没有智慧的话 随便看一个人 或者对自己稍微 私人关心好一点 然后我们世间法 可以这样的 也可以 比如说我也遇到很多佛藏大师 但是我还是要求佛藏大师 内罗朗巴的 比如说出张缘起 对末法时代的众生来讲 非常重要的 我那天给大家也讲了 你们如果多的一些法 不会修的话 那么给他结上一个缘 出张缘起的一个 这么短短的翻译的 那么这个自己每天送一下 对你将来的修行过程 遣除违缘方面 有很大的作用 法王如意宝的 见过上师的人你们多修 如果没有见过 已经有他的发愿和传承 那他的上师瑜伽 我们自己在所有的法当中 要选择几个重要的 这个一辈子都是 尽量地不会间断的 即使间断 将来两三天当中 又要不下来的 这是作为一个修行人 应该起码地对自己有个要求 否则好像我们每天都是 恒恒恶恶恶 学也学 结果自己也没有的话 其实我们修行 也要有个修行的力度 修行的效率 我们世间讲的是 效率高不高 有些人修的效率很高的 说实在你修什么本尊 很快就马上得到感应 修什么这个 比如说念金刚萨埵的话 自己从各方面的言相当中看出 这次我念的也是很不错的 这七天当中我还是 金刚萨埵生育仪的加持已经得到了 基本上有把握 以前的罪业全部都已经遣住了 然后念文殊菩萨星座的时候 虽然世间话都不多 很快就得到了 文殊菩萨相应的智慧 有些人好像效率很低的 所以效率 这不是现在的词 我觉得修行上面也很重要的 大家应该有高效率的修行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